終算 這一張畫是我這次展出裡面 比較大的一張畫 它它的尺寸是四 Its administrations 我們宣指比較宣指最大的一個尺寸 那我所以畫這一張 我是想說因為我們美學館 出來就是天空步道 天空步道最近 我上次聽美學館上一任館長講 他說開始擔心沒有人來看展覽 後來天空步道有了之後 又擔心座位不夠 可見這個天空步道 對我們美學館的展出 是有很大的一個效用 那我畫這一張也就是說 根據我們美學館 它出來以後 它有一個天空步道 那當然我們中國畫 所謂的長城萬里圖 長江萬里圖 是不可能像西化說 我坐在那邊 我就可以看到萬里了 不可能 它就是說去游慮 去游慮 游慮以後 你拿幾個景點 你印象最深刻 像我畫那個中橫 我那個中橫也是比這個大一倍 比那張荷花大一倍 那我也是去叫我學生開車 我去走到山趟 走到山趟 每一個景點 很漂亮的景點 你就叫它停下來 我就在那邊塑寫 在那邊塑寫 然後塑寫以後 對那個地方有一點印象 知道說 這個路怎麼彎過來 山的結構怎麼樣 強弱關係 了解以後 你才有辦法去組合 這就是所謂的 石濤講的 就是收集很多奇景 然後再回到畫上來打草稿 因為你沒有辦法當場做畫 所以我們中國畫叫做 疑點透視 就是它移動好幾個點 去看那個遠近 不像戲畫是定點透視 坐在那邊就畫得好 那像我在那些小畫 就是坐在那邊 就看那個角度畫的 那這個就沒辦法這樣做 它一定去走幾趟 走幾趟 你看到哪一段比較好 你就給它做起來 那中間怎麼辦 中間就是你用雲 雲煙把它帶過 表示說 從這個山到這個山 中間怎麼斷掉呢 沒有斷掉 它是雲煙遮住 所以就是前景去彌補後景 前面有景 那後面就用雲帶過 那麼這樣的就利用層次 虛虛實實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說 虛實相應 就是某些地方必須要實 實就是實際上有畫 虛就是可能是天空 雲彩 這是比較虛的 用虛實的這種方法 來構成這一張畫 那這張畫跟傳統的話有一個不同 就是說傳統的話它幾乎都是 早上我講過的 它是比較重視筆末 所以它可能比較不去重視 實際的景是怎樣的 那我們這一張畫 我們是因為是現代人畫現代東西 所以我們會比較去考慮到說 實際的景色是什麼樣子 那我去走的時候就發現說 我們八瓜山到處都很翠綠 都很翠綠 那開花的開花 那麼不開花的葉子也都很翠綠 所以我就用了顏色 用的比較艷麗一點 所以你會感覺到說 跟傳統的山水不一樣 傳統山水都是以木為主 色彩沒有這麼鮮豔 但是我就是一萬面想說 適應現在的景點 二萬面我也剛好是 我有一兩個學生 他們有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一個陳振榮 他前年還得過全國美展 這個前三名 所以他很高興就買了一堆飲料來送我 所以這些顏料都是他送給我的 大瓶的 那送給我的那個都是亞克力顏料 所以我想說 亞克力顏料當然跟木是比較不容易融合 不過也勉強 勉強可以試試看 所以我就用亞克力顏料 用水彩顏料 用木 反正就混合運用 那因為現代畫 就是他的那個顏料也比較多元 計畫也比較多元 所以我就多少會受到影響 那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把這個畫上面都提了一些字 那因為 事實上書法我們是一定要選修 一定要 要有相當的一個程度 那我在那個秀船 我是展書法 跟那個畫 書畫展 那這一次 是因為為中國講說 定調為水墨畫展 所以我就不展書法 不展書法 那這一章的我就是 有比較多的書法 那我主要目的是要講 介紹這個天空步道 我說八卦山風景區 自大佛前俯瞰彰化寺 黃昏時夕陽美景格外動人 遊客於國立彰化美學館 欣賞名家畫展後 可直接進入全長一公里 一公里支的天空步道 穿梭於綠翼盎然的樹棺叢林間 橋離地面高達一幼六公尺 可享受居高臨下之漫遊樂趣 意思是把那個 就是把美學館跟天空步道 給他連貫起來 讓我們那邊看展 來看完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 那是新愁年種下 尾鎮血景 並提於最末宣登下 那就是說多寫幾個字就是 因為這次沒有展書 這次我的展覽就是 本來他畫冊上只有寫 林維盛水墨畫展 後來我跟他講 我說你加一個附題 附題就是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那我一直都是傳統我也畫 現代我也畫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早上好像有稍微講過 傳統不能放棄 然後現代也是勢必要的 所以我就是 可以說配合作畫的理念 我認為傳統也很重要 現代也很重要 沒有現代 光是傳統 你會覺得 好像缺乏一種創作的一種慾望 那你要創作 你必然要走到現代 那傳統它是一個基礎 非常重要 你沒有傳統做基礎 你畫出來也是空的 所以我常常看到 有些年輕人 比較年輕的 因為他們以前 老的做的不夠多 所以你會發現說 咳咳咳 就是把原料噴一噴 水墨 潑一潑 讓它流動 就以上畫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是一直在追求說 現代跟傳統能夠做對話 為什麼說對話呢 就是同時展出 讓觀眾看了以後 自己去感受 說到底傳統好 好在哪裡 現代好 好在哪裡 或者它不好 不好在哪裡 大家做一個省思 這是我展出 有一個附體的目的 那我覺得美學館 就是我一直覺得 他們做得很好 就是說一直在推動 這個美學的教育 我們知道民國初年 有一個教育部長 那時候叫做教育長 就是那個蔡培原先生 蔡培原先生有個口號 就是以美玉代宗教 美玉就是美術教育 代替宗教 為什麼 因為宗教通常會涉入到迷信 宗教本來也是好的 也是叫人行善 可是因為它呢 裡面難免會牽涉到一個迷信的成分 所以有的人就會走到迷信上面來 不好 所以說寧可以美玉 那美術教育呢 它是講求美 那什麼是美呢 美不是說只有外表的美不是 它除了追求美化環境之外 美化人生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 淨化心靈 美為什麼可以淨化心靈 我們知道 藝術教育就是一種精神 精神教育 就是說精神的享受 所以我們看到外國也好 中國也好 哲學家都認為說 人的存在不是只有物質的需求 它還要有精神的需求 那麼精神的需求 最好的精神的需求是什麼呢 就是藝術 所以西方有一個叫做馬斯羅 馬斯羅他就是一個社會學家 他提倡說 人跟其他動物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有生存的需求 動物也是一樣 他有生存 而且他有基本的性的需求 所以孔子說性 食色性也 吃跟性都是動物的基本需求 可是人類比動物更需要的 除了這個同樣基本需求之外 它另外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種歸屬感 人類他有歸屬感 我能夠在這一個團體裡面 我能夠在這一個大家庭裡面 我是被接納的 這叫歸屬感 歸屬感之後還有尊榮感 把你歸屬到裡面來 可是你沒有尊榮感也不好 所以要有個尊榮感 所以為什麼人希望說 我一個好的名聲 或者好的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 講出去不會丟臉 就是一種尊榮感 那麼再來就是什麼呢 就是 自我實現很重要 因為成為一個人的價值感 就是人他有一種自我實現 就是說各位 我這一生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那一件事情做得最完美 就是這種自我實現 不一定不一定是學化 就是你們像學攝影一樣 八大藝術都很好 那麼你做到最好 然後他最好 什麼叫最好 就是真善美 他就是真善美 所以你達到一個真善美的一個理想境界 也就是你的自我實現 實現了 所以 所以 Maslow說 人最後的追求 就是一種精神的需求 而這種精神的最高需求 就是一種自我實現 那麼在藝術裡面 它就是讓你能夠達到一個 真善美的最高的一個意境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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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